说到杨子,大家一定不陌生,从小就是同心出道的他,给观众带来了很多精彩的作品,可是最近他的长相受到了否定,接下来就跟着小编了解一下,小编可是告诉大家,我就是看着杨子的戏长大的。 当初的加油儿女,让杨子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当中,由于当时年纪还小,我们看到当时的杨子,还有点婴儿肺的感觉,即使脸上皱肉的,但是五官清秀,可以看得出来长大后的杨子颜值应该不低,长大后的杨子更是越发的努力,年纪不大的他已经参演了数部作品,大多数的唯独是现代剧,为了尝试多种角色,杨子也有了他的第一部古装作品《青云日》,杨子也说过自己长得不好。 甚至还有很多老艺人说,他的颜值让他很难在娱乐圈待下去,但是活泼开朗又擅长自黑了他,并不是那么容易放弃的。 《青云日》里的杨子,古装扮相其实很漂亮,但是还是有很多网友吐槽杨子的扮相,说长得不好看。 但是小编认为,这些认为,杨子不好看的原因,可能他们是《青云日》忠实的小说粉吧,可能杨子并没有达到他们心中陆雪期的标准。 小编觉得还是更喜欢生活杨子的现代戏,虽然他的长相在娱乐圈不是那么突出,但更多打动小编的是他健康积极的态度。 更像木涛和张艺山的友谊,谈提到杨子在《青云日》里的造型,居然被王思聪公开吐槽,称杨子长得丑到不行,根本撑不起戏中的角色。 虽然大家都知道王思聪肃以吐槽半个娱乐圈,但是这样对一个比自己年纪小,而且上级的女演员来说真的很过分,而且还说别人的长相丑到不忍直视。 在这里小编真的希望王思聪在说别人之前能不能先照这镜子认清自己,但是没过多久杨子居然霸气的回对了王思聪,就你长得好看,王思聪估计要被这猝不及防的回对几气个半死。 虽然大家都知道王思聪吐槽了很多明星,只要是自己不喜欢的绝对不会放过,但是因为他的身份,没有人愿意这样正面的回对王思聪。 我们的杨子的胆量真的是让人竖起大拇指,不管是家有儿女里的小雪,还是青云这里的陆雪奇,欢乐送礼的秋莹莹。